刘备遣送刘章 天万日国无二军 既然刘备得了整个的西川了 那么就说什么也不能把刘章再留在成都这 刘章开始挺害怕 他怕刘备以遣送他为名 学曹操像杀刘从那样把他给杀了 刘备一听我哪能那么做呀 这样我心里就已经很不好过了 可是没有办法 那么刘章只好答应了 自己愿意去南郡到公安 愿意不愿意也得去 刘备还不错 给刘章啊 送了个官衔 什么官衔啊 是镇威将军啊 镇谁去 还有什么威啊 刘章一想 走了算了 他辞别刘备回到家里去一门良见 老老少少大的小小收拾收拾 第二天一早离开了成都 可怜哪 连人送送都没有 终于他的人呢 都伤了心了 不愿意再见他了 不忠于他的那些人呢 你走啊 走走吧你 谁理他呀 刘章就这样 刘章就这样 离开了成都 刘备 前走了刘章之后 他是长长出了一口气呀 这回自己 真正成为了西川之主了 他自领一周末 然后下令是河川湘庆 整个西川四十几周 大庆贺 刘备是众封文武 首先封西川的这些文武 其次封京乡的老臣 这是刘备留个心眼 这叫安稳人心 也就叫收买民心吧 可西川文武是各有封赏 基本上都晋升三级啊 封老将严严为前将军 法政为蜀郡太守 董和为掌军中郎将 许静为常使 庞义为营中司马 刘八为左将军 黄泉为右将军 愚者向无义废官 彭样 卓英 李延 吴兰 雷同 李辉 张义 秦密 乔州 吕义 霍尊 邓之 杨红 周群 废一 废师 孟达等 蜀中诸将 是皆有封赏 封完了西川的文武 这才封京乡的老臣啊 封诸葛亮为军师 关云长为荡寇将军 寿庭侯 张飞为征鲁将军 新庭侯 赵云为镇远将军 黄仲为征锡将军 魏延为杨武将军 马超为平夕将军 都庭侯 哎 怎么给马超还封了一个侯爵呢 人家马超啊 世代三英 那是大汉 福部将军 马元之后 不封人家侯爵 说不过去呀 像什么孙前 简容 弥竹 弥芳 刘峰 吴班 关平 周苍 廖化 马良 马素 奖板 还有那位和刘备交往甚后的一击先生 是一律封赏了 刘备派官平 兵三千精兵 带着重礼 都是什么呀 五百斤黄金 一千斤白银 钱五千万 金属一千批 干什么呀 赏给关云长的 让关平拿着封赏表 回荆州 给关公去报信贺席 关平啊 当即起身呢 鸡餐可饮小刑烈素 催动人马 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了荆州 来到荆州啊 先给父亲关羽报信 关公知道了 早就听说了 大哥已经得过了西川 关羽这儿正高兴 看关平来了 把封赏表望上这么一地 关公点了点头啊 嗯 胎儿啊 你来得正好 传我将令 京香九郡 是举城欢庆 杀牛仔马 大雁文武 我得好好庆祝庆祝庆祝 那当然了 这是多大的个事情啊 啊 自从大哥刘备走了之后 那关羽也一直担着心呢 怕取不下西川来 真要是那样的话 我家兄长怎么回荆州来呀 再说这京香九郡 这不跟人江东借的地方吗 这回呀 西川既然归了我家兄长了 哼 东吴 你就再也别想要荆州了 所以关公这个心情啊 和刘备是一样的 得好好庆贺一番 在帅府上大败爷爷 关羽居忠而奏 所有的文武 都来给关羽贺喜呀 关平啊 站着帅堂正居中 夸被封赏表打开了 这么一读是高声朗诵 个个谢过封赏 都过来给关羽敬酒 哼 关羽长 太威风了 自从桃园结役之后 直到如今 也没这么痛快过 也没这么神奇过呀 关羽站起来 把酒杯忘起这么一举 列为先生 各位将军 我兄长刘璇德 娶过来了西川 我等今天应该 是一罪方休 好好喝一喝 不喝醉了 这事不算完 大伙一听 是得喝个痛快 这酒席演唱 吹打拉弹唱 不能总弹总唱啊 有时候一边喝着 就有的行开了酒令 还有的呢 那么在酒席演前谈谈心 最活跃 那就是关羽这桌子 都把关羽给围上了 怎么回事 让关羽说说 这曲西川的经过 关羽开始啊 不太敢讲 他头眼看了看 父亲 关羽笑 呵呵 我让你至关将来 心里说还咋 这有什么不好讲的呀 咱们也不是吹嘘吗 真的就把西川拿过来 难道就那么容易吗 不是 今天给众文武说一说 让大家高兴高兴吗 关羽一听父亲有话 那好了 呼 关羽就把这曲西川的经过说开了 他越说越高兴 大家越听越记懂 这个给他满酒内给布菜 这关羽年轻 喝两盅酒 他一看 这些人都这么尊敬他 大多数都是他的父辈之交啊 他说话也就没什么顾忌了 只讲到夹门关前 是张飞三将军挑灯夜战马超 哼 这锦衣马超将军可真厉害 我三叔啊 跟他那么一通 啥那么一通 战就战他不下 你说话倒看着点 这关羽光顾了说了 就在他说的这儿的这时候 那关羽把酒杯子一推 威和凤木就瞪了他一眼 有人就看见了 心说坏了 二军侯有点生气了吧 嗯 这大概啊 少军侯一夸这马超 咱们关羽将军有点不得爱听啊 别让少军侯说下去了 给他送个信吧 有的就冲着关羽啊 摆了摆手 使了个眼色 拦了拦嘴 这关羽全没看见 怎么回事呢 他说的入了神了 周围有几位啊 让关羽给说傻了 春着个脖子 瞪着个眼睛 攥着个酒杯站的那号 就瞅着关羽 那意思您快往下说呀 那么后来呢 后来 后来多亏李辉先生 把马超将军给说服了 就说降了 降了我家伯父 然后马超啊 到了成都 他立了奇功了 不然恐怕到现在啊 还拿不下成都来呢 哦 少军侯 这话怎么讲了 就是马超啊 看我四叔赵云将军 镇前拎斩外将 马超就在我伯父跟前 请了一令 他带领一少人马到成都 大吼一声 您猜怎么着 众位 好 把刘章给吓死了 啊 刘章死了 不是 吓昏了 昏倒在城头 马超将军 献他三日献交出成都 不然就让成都 是玉石俱焚 鸡犬不留 这刘章吓得没等三天 第二天一早晨 手捧着印信 出来归降了 就这么着 我伯父取下了整个西川 这锦衣马超啊 他可是十分了得 关平这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 把大伙儿吓一哆嗦 有一位文官呐 这时候正好 加了一口菜 放在嘴里还没等嚼呢 就啪叉这一声 嗝 整着下去了 哼 真烫啊 我说这哪位呀 这么会儿 乒乓的敲什么呀 这么喜庆的宴会 这谁这儿瞎敲乱砸呀 大伙儿转过脸了一看呐 感情是关羽 把那酒杯摔别了 大家都愣了 听说这怎么了这是 怎么二军侯喝着火了 醉了吧 关平下嘴不干言语了 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他父亲 心说 您让我说的 是让你说的 你分说什么 这么夸马超还了得 这时候关羽站起来 谄美倒数 奉勿军争 关平 父亲 你在乱说些什么 这锦衣马超 有什么惊人本领 像关平你倒顺着他说呀 对了 那要跟您比可差远了 这关平这小孩 他不会说谎话 另外他挺直 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他瞅着关羽眨了眨眼睛 有什么惊人本领 嘿呀父亲呢 他确实惊人 要不怎么叫锦衣马超 他不单枪击马快 而且呀 人才出众 长得还漂亮 功夫好 长得好笨 逗 啊 官平明白了 明白也晚了 不许你在我的面前如此夸赞 麻烦其 来 笔墨伺候 干什么呀 当时把笔墨要过来 关云长提笔记书 给他大哥刘备写了一封信 把信往这儿这么一放 告诉官平 这酒你别喝了 将此信立即送往西川 交于你家伯父 告诉他 我即日到成都 与马超 马孟起 比个高低上下 我要跟他较量较量 哎呀 官平已经咧了嘴了 父亲您这又何必呢 我说这锦衣马超啊 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武将 那不过 休得啰嗦 赶快送去 尊明 官平知道他父亲的脾气啊 你再多说也没用了 这酒别喝了 大伙怎么不能劝劝呢 谁能颤得了啊 官平吩咐 外边背马 连夜起身 官平带着这封书信 达马扬鞭 飞往西川 喝吧 官平给累啊 来到成都 他直接来见刘备 一进门 把刘备吓一跳 哎呦 这怎么了 风尘仆仆的 哎官平 你回来 参见伯父 你到没到荆州 我到了 那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我奉复命给您来送信 哦 刘备一听这才明白 这准是官宇啊 给我写了一封谢书啊 封赏了 咱们也得回封信 谢谢我 呃 书信呢 在这里 说着把书信递上去 果然是一封谢书 前面啊 说的都挺客气 后边写了几句话 他要亲自到西川 要和马超 马亡起 比一比高低上下 较量一番 啊 刘备一看这几行字啊 当时愣了 冠平 你父亲 真要进西川 与马超比武吗 是真的呀 伯父 要不我不能回来这么快啊 父亲呢 在酒席宴上 把我撵出来了 让我来给您送信 一是向您道谢 二呢 让您安排安排 他即日进川 要与马超将军比武 哎呀呀 刘备一听发了愁了 这怎么能行呢 信说二弟啊 你怎么能办这种事啊 好端端的 你跟人家马超比的是什么武啊 再说 你轻易离开荆州 那荆乡出点毛病 可怎么办呢 咱们刚把西川得过来 再把老家丢了 你可这事闹的 快快快 请军师来 功分不大 把诸葛亮请了 刘备赶快 把信交给诸葛亮 让他看看 军师看完了之后啊 笑了 主公 看来 云长将军 要来成都与孟齐比武啊 是啊是啊 先生 来不得呀 不能让云长来 你看这可怎么办呢 周公啊 云长将军要来西川比武 荆州有诗 拿换得了啊 对对对 先生 您一言说到家了 先生看怎么样才能把二弟云长拦住哦 不要紧 我写一封书信 劝说劝说云长将军 叫他不要来 哎呀太好了 刘备听到这赶忙亲自 给准备笔墨啊 给准备笔墨啊 先生 您快写 主公 回去啊 刘备一听那还用找别人吗 只有平儿送回了 关平一听我 我刚来又回去啊 你不回去谁回去啊 如果要一耽搁你父亲领人马来了呢 怎么办呢 赶快把书信送回荆州 哎呦 关平咧了嘴了 这都我自己找的差事 没事 我在酒席宴前不塌塌的在那喝酒 我瞎得的取西川啊 招谁惹谁了 好 伯父 军师 我告辞了 关平把书信带好 飞马望回来 这一路上 他是连打听带问的 问什么呀 从荆州来不来一哨人马 他怕他父亲把兵马带出来 没有 关平这才踏实点 他一口气跑回了荆州 到了帅府门前一问 军校告诉他 二军侯正在书房看书呢 关平蹭蹭蹭几步 跑到书房门口探神一看 呼 关羽坐的那样 右手拢着常然 正在那聚精会神的 看春秋呢 关云厂最爱读春秋了 那是百看不厌 听的门外有动静 进来 喊玉生进来 关平赶忙 进到屋里来 深识一礼 把书信望上这么一地 关羽一看是军师亲笔回书 他打开了一看呢 这书信写得很客气 也很简单呢 可是严谨一身呢 诸葛亮在信里头说些什么呀 他说 亮文将军欲与孟启分别高下 以亮度之 孟启虽雄列过人 亦乃英部彭月之徒儿 当于义德 并驱争先 游位及美然公之绝伦 朝群也 尽共受任守荆州 不为不中 躺一入川 若荆州有失 罪莫大焰 唯继明照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听说您 要从荆州到西川来与马朝比武 不应该呀 马朝确实很英勇 但是他跟谁比呢 他只能跟英部彭月 这两个人呢 都是西汉时期汉流邦手下的盟将 说马朝这人呢 他只能和这些人比 也就是说 可以跟张飞张义德比 比起您美然公来 那差的太多了 您本事大 是意盖华夏 而且熟读兵书战策 所以我家主公 才把那么重的重任守荆州 交给了你 您要光位进西川比武 你一走离开荆州 如荆香有失 你对得起你大哥吗 你这不是有罪了吗 所以我这个话说的对与不对呢 请二军侯 你多原谅 你好好想想 诸葛亮这话说的多客气 是郑重关羽的下怀 关云长 看完了这封书信 他是超然大笑 同名知我心也 这就是知我者 诸葛亮 他太了解我了 诸葛亮还不了解你呀 诸葛亮了解关羽呀 如掌上观文 把这个人了解的太透彻了 说句通俗话呀 顺毛驴 你只要这么一骂死他就行了 而且这人吃捧 爱听奉承话 其实诸葛亮也不单单是奉承 是骂死他 主要呢 还是为了京香 这封信的意思就是把关云长稳住 你别来 关羽呀 高兴了告诉关羽立刻把这封书信 传阅文武 拿去 让大伙都看看 关羽干嘛传阅这封信呢 他也有他的想法 一呢 是给自己下个台阶 我呀 不上西川比武去了 不找马超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军师给我来信了 第二 让你们看看 军师的信是怎么写的 我呀 比马孟奇 强的多 这人有点太好强了 仅说之就是傲啊 傲到一定程度了 不管怎么说吧 把这位二军侯啊 算给稳住了 刘备一听关羽不来了 转着这颗心算放下了 乐得他大具文武一事 一什么事 刘备啊 打算把这成都这儿 那最好的田园呢 和住宅 要分给文武 刘备的想法刚说出来 赵云出班 给拦住了 主公使不得呀 而子龙 怎么见得使不得呢 主公啊 一周人民屡遭冰火 田宅皆空 尽当归还百姓 令其安居赴业 民信方定 不以夺制为私商业 汉武帝嫁前大将军获取病 都聚造腐地 我等当孝之 子龙将军可太了不起了 这番话说得非常有分量 在场的文武 没有一个不点头称赞的 赵云告诉刘备 这田宅分不得 西川的黎民百姓 屡遭战火 他们很苦啊 田宅皆空 要分得把这田地分给百姓 让他们种好田 多大粮食 吃的用的全部缺 他好养兵 好扶摇役 按现代的话来说 好值钱呢 您才能啊 打胜仗 得天下 百姓安居乐业了 民赴国强了 什么事情全好办了 他说西汉名将霍去病啊 曾六次平定凶奴 汉武帝 想为他庆功 给他建造府地 他拒绝了 说还不到乐手田园那石块呢 我们得效仿人家 而且现在我们跟人家还没法比 那时候汉武帝一统天下 现在主公您怎么样啊 仅仅有个西川 孙权草草还没灭呢 您还没扫平四海呢 怎么能够分府地田宅呢 赵云将军一番话 说的这文武啊 是频频点头 无不称赞 这一文大将太难得了 刘备感动得心里直发酸 怎么回事呢 刘备心想 我得怎么感谢我那老同学 公孙赞呢 我要不认识公孙赞 哪能得到赵云呢 这原将太可爱了 跟着我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不论遇上什么样的风险 打什么样的恶仗 没头都没咒过 在曹操百万军兵之中 就拉倒 跟着我南徐旧亲 担了多大的风险 而且人家从来 没和任何人争过功 金钱美女面前 没动过心呢 真是一位任劳任怨 忠心耿耿 文武双全 难得的大将 刘备听赵云之见 福田不分了 可有一样 他要开仓济民呢 这个赵云没有拦阻 因为这个事是大德人心的事 随后诸葛军事当众 宣读了智蜀之法 旁边有一个人 可有点不安了 谁呀 法政法孝职啊 他怎么了 他听诸葛亮这一读的智蜀之法 这也太严厉了 法政几步走到诸葛军事的面前 军事啊 您能不能 在这法条再修改修改 昔日高祖约法三章 黎民皆感其得呀 愿军事宽行省法 以为民望 就是说 您这法呀 别这么严 诸葛亮看了 看法政 微微一笑 笑直啊 你只知其 不知其二 秦朝用法暴虐 万民皆怨 故高祖以宽人得知 今刘章暗若 德政不举 威行不素 君臣之道 箭以灵涕 宠之以味 未疾则残 顺之以恩 恩节则慢 所以至必 时由于此啊 我尽微之以法 法行则之恩 献之以诀 绝佳则之荣 恩荣并济 上下有节 为智之道 于此诸一 诸葛亮一番话 说的法政双条大指 点头称赞 他是赞叹不已啊 给诸葛亮 身识一礼 法政 拜俗军师 智俗之道